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视频来看一张显卡 这是一个七彩虹的 RTX3080的显卡 据这个卡组描述说是在其他地方修了 但是没有修好 然后后面也没沟通好 所以呢索性直接就把这个显卡寄到我这里来了 那么我呢从来没有指名到新的在视频里提过某个同行 但是今天我得提一下这位老兄 先看这个名称啊四个字居然有三个是跟我重复了 我当年决定账号名称的时候 可是先在网上搜索了一遍 不要说从名了 连类似的都没有 这位冷修呢跟客户闹了几次纠纷 结果呢被人挂在网上 然后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纷纷在我视频底下开始留言 攻击骂骂 不过我了解真相之后我也没把他们当回事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还是要擦干双眼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 这个事情应该是去年九月份十月份吧 那几个评论应该还在那里 我没有伤 起这个名称 这个他妈绝对是来捣乱的 今天不讨论这位老兄的维修技术 技术高低跟我没关系 我也见过很多维修水平比我高的大师傅 就当纯的讨论一下这个名称 还有给我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我靠别老是搞这种事啊 要不你就搞点正能量的事情 让我也跟着脏脏光 OK还是回到显卡这边吧 修之前呢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几个稍微测下来都是没有短路的 金手指这边的组织也都正常 那就上机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开机之后 可以点亮 是可以显示的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驱动都能去上 来跑个鲁大师看看 跑了一圈鲁大师 也能跑完 跑分也都OK 乍一看呢好像没测出来什么问题啊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直接死机了 键盘灯也没反应 重启 还是可以点亮 再次进入系统 再来跑一遍 3D Mark 这个故障不是很明显啊 难怪会二修 进了这个测试的界面屏幕开始出现了一些闪烁 又黑屏了 3D Mark也跟着闪退了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不稳定 刚刚跑了一遍鲁大师 现在连鲁大师都会死急了 系统直接卡死 像这种不稳定的 还是来跑一下显卡的测试吧 先跑一遍 MITS 自然是可以 PASS MITS没有测出来任何结果 开始快速性能测试 超频测试的话呢 出结果了 跑了一个EDC爆错 看一下结果 B通道 Byte 6 高地质位 也就是 B1 这上面还有个爆错 A通道 Byte 0 A0 A0也有爆错 两个相传爆错 跑了一遍这个测试 NVMT这个显卡显存测试的话 测不出来结果 因为能显示 这个测试可能测卡B2 会明显一点 卡B2应该能测出来 像这种超频时机的 测不出来 那么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两颗显存爆错 A0和B1 是刚刚我们用这个显存性能快速测试 测出来的 EDC 读取到错误的内存通道 B1 以及A0 这两颗显存 OK 那我把这张显卡拆开来看了一下 里面比较干净 没有看到明显的故障痕迹 显存 是同一个批次的 没有被动过显存 说是二修 但是也没有看到 在这里 显存供电这里似乎是有点焊油 像是被焊过似的 但是显存是没有被动过的 而且这个显存程式蛮好的 批次也很新 上面显示的是批次 IBT77 问一下朋友 这个是21年1月份生产的显存 显存生产是1月份 到显卡生产 到显卡出厂 到客户手里 到现在 我估计这张显卡也不过 才使用了一年时间左右 于是我决定把爆错的这两颗显存 A0和B1 这两颗显存 先拆下来重置一下 卧槽 这个显存底下蛮多硅脂的 难怪会坏啊 这硅脂挤的也太多了吧 兄弟 来近距离观察一下 这个显存的焊盘已经被硅脂给袭击了 硅脂已经清放了显存一半的焊盘了 把这一块给清理干净 显存呢 我决定先给它重置一下试试 把它原来的这两颗显存给重置 然后再装回去试一下 显存重置完以后 我们再给它全部装起来 测试一下 希望能一次搞定 装上上热器 再次开机进入显卡测试界面 把这个超频显存给它超3%的频率 再来跑一遍显卡快速测试 现在似乎是没有再报错了 原来的话测试都到不了这个界面 一进去5秒钟就开始报错了 OK 经过7分钟的快速工厂测试 已经给出了一个pass的结果 下面进系统来看一下 装上测试平台 跑了一遍卢大师 卢大师可以跑完 之前是跑3DMark爆出 卢大师的跑分还是很坚挺的 再来运行一遍3DMark 没有爆错了 可以正常进入测试界面 运行的一些其他的测试都能正常通过 跑了两天 都没出现问题了 也提醒大家不要在网上随便相信陌生人 不要说在网上看了我几个视频 就对我有这么大的信任 经常有人给我发这种消息 很感动 也很惶恐 这是捧杀呀 也很纳闷 就在网上看了我几个视频 哪来这么大的信任啊 好的各位小伙伴 今天我们来看一位跨老板 发过来的一张讯警的显卡 诶什么事啊 卧槽不是吧 搞错了 再来 好的各位小伙伴 今天我们来看一台笔记本 华为 年轻的心是被撑大的 可以正常开机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但是据这个 机组描述呢 说是这个电脑没有办法连接 WIFE了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WIFE 哦 我懂了 WIFI 我懂了 我懂了 原来如此啊 是这样子啊 看一下 点击 确实是没有 收不到任何的WIFI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 卧槽 卧槽 这点熟悉了 直接上来就点到显示适配器了 今天我们不看显示适配器 应该是这个才对 网络适配器 是有识别到 无线网卡的 AC9560的WIFI 更新一个驱动试一下 驱动呢是有感叹号 感觉也不像是系统问题啊 因为这个系统我看也是新装的 更新了一下驱动还是报感叹号 哟 还是没有逃过这个爆撮43呀 怎么现在连网卡都开始爆撕3了呀 这么随意的吗 网卡开始抢显卡的活了 还好这个网卡不是焊在板子上面的 是独立的 可拆卸的 我给他找了一颗同型号的网卡换上去 但是还是一样 依旧是驱动不上 报错 于是呢 我把他的主板给拆了下来 正面反面我都观察了一下 这个主板很小 他的网络接口呢 是直接连cpu的 他也没有难巧 直达cpu 所以呢 也没什么好修的了 简单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哪些明显的问题 这个卡槽的各个信号都凉了 都正常 但是呢我吃到这个卡槽的时候 感觉有点虚焊的感觉 就是卡槽底座是打得到直的 但是卡槽中间的又没直了 于是呢我只能尝试性的把这个底座 这个无线网卡的卡槽给加焊一下试试 焊完之后确保每一个焊点都撑光发亮 打下有没有虚焊的 这个也是没办法 因为这款电脑也没有图纸 卡槽出来直接进行cpu了 只能三板斧伺候 诶 这个驱动倒是正常了 这个设备运转正常也没有再爆错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 现在已经有wifi列表了 看一下能不能连接网络呢 OK可以连接上 看一下能不能上网呢 打开它的浏览器看一下 诶 好了诶 可以连网了 哎呀 我还准备给它刷bios呢 没想到居然是卡槽虚焊了 后续呢也在多测了两天 网络呢 始终保持稳定 也没有出现在断网的情况 看来真的是虚焊了 这个故障可真少见了 我还没出现了